即使過了37年,但李小龍迷從未忘記他 理知五湖四海的龍迷來到李小龍在金巴倫道的故居外面 故居已變成遲中酒店,龍迷只能夠在酒店門口撒傷折棍拍照留念 Bruce Lee is such a big iconic figure in the world and I believe that the house should really be turned into a museum so it will make the fans come and enjoy the legacy and the magic that he had 故居的業主余彭年兩年前宣布願意捐出現權 給政府興建紀念館 但政府說到現在仍然未進行捐地手續 雙方在設計方案上未有共識 而政府半年前在公開比賽之中選出得獎的設計概念 提供功夫房、展覽廳、影視室等等 但如彭年要求政府必須在地底加建三層地庫,各大規模 李小龍的姐姐就說希望紀念館能夠盡快樂成 我們很希望鄉政府和私人 大家都接觸一下,快點進行,快點來搞好這件事 很想去有一個物館,有一本地的地址 給世界所有功夫迷和所有各界人士來參考 政府回應說會盡速推薦項目 現在與業主初相最佳的設計方案 李小龍功夫了得,功價十足 但他的腳甲就不算太大 他穿過的鞋子只是37號,給DVD盒大一點 如果想了解更多李小龍,雖然暫時未去到副居 但可以來做樂夫鮮藥,看他最後的衣服和鞋子 無聲電視機就一時消息報道 新聞報道完了,再會